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0月5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 刚才看到了王军涛发表的一篇文章 讲到了这个李静静这个案子的一些情况 也就是这个张晓宁 杀人凶手这个张晓宁已经判刑了 判了25年 看着算是终身监禁了 这件令人震惊的答案 现在终于是初步画上一个句号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原因没查清 我看了大量这方面的报道 关于细节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事已经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了 只是这一次呢 中国民主党全球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观点不通寻常 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个 李静静他和他合作呀 李静静也是六四一个学生领袖之一 王军涛也是一个 这个资历很深的民运人士 也是现在海外活跃的 领军人物 我见过王军涛 王军涛给我印象 那真是满腹精准的 出口成长 他的整个的学问呢 就是非常完整 英文也不错 而且现在政治盛年 也有志于将来领导中国 完全有这种可能 就是将来民主转型以后将 发挥作用 就要看这个未来的形势怎么发展 那么这次就是关于这个张晓宁杀李静静 到底是一个孤立的刑事案件 还是有这个深层次背景 没有擦清 这是看中国网站今天有篇文章 详细介绍王军涛的观点 他说张晓宁为何要杀李静静 这是这起案件的核心问题 在案件实力过程中 虽然陪审团排除了经济纠纷 和情感纠葛常见的动机 一般杀人不外乎是经济纠纷 或者男女是有感情纠葛 对吧 但这个都排除了 但案件的真正动机 诸索迷离 没有查清 有人认为张晓宁 是因为移民申请失败 情绪失控 实施了封杀 因为我听到老郑 郑存柱播放了一个 原先录的张晓宁的一个讲话 一个谈话 好像给人感觉 他是什么 因为难民十分没有得到 老兄承诺 给人感觉 但是你现在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 因为他后来 根据王静宁讲的情况 好像还存疑 他就讲到他说 申请失败 情感失控 实施了谋杀 有人怀疑 这些案件背后 可能有更复杂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 就是说我看有人描述 见过张晓宁的人讲 说他是个女性 但是他那个右手 那个关节 那个手指头 肌肉很发达 那就证明 因为可能他军校训练出来 原先是中共作为杀手 从小培养 完全可能 他说王军涛作为李静静的 长期同事 还是好友 对这个案件提出很多的分析 他认为张晓宁 可能因经历压力过大 临时起义杀害李静静 然而呢 随着案件的深入 他开始怀疑 这个案件 似乎可能涉及政治谋杀 也就王军涛刚开始 也认为是精神压力过大 你想你花那么多的钱 那么长的时间申请身份 带不下去了 你要身份拿不到了 将来就遣送回去了 对不对 那走遣返程序的 那就麻烦 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 走遍 后来他说又感觉到不对 他指出张晓宁的行为方式 尤其他在拘留期间的表现 以及他对案件的应对态度 让他怀疑 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很可能是一个政治的谋杀 因为我看到很多细节 你包括抓他的时候 他骂那些反共的人士 而且他显示出像当年的刘沪兰一样 说刘沪兰这个形象 不知道真还是假 中共描述的不就是什么 这个大义凛然 是吧 那有可能是在执行命令 如果是执行命令 他根据中共的需要杀了人 杀了学生领袖 杀了这个民运领袖 当然他就就了不得了 是不是啊 这要看将来中共国打台以后 这些真相都会付出台面 如果是中共派的 一定有档案记载 一些反水的官员会站出来举报 跑不掉 事实送一天这样真相打白 这篇文章讲 他说 进一步来看 张晓宁的精神状态 也成为案件的一个因素 被捕后表现的理智清醒 庭审 却试图以精神问题为利用逃避责任 王俊涛对此表示怀疑 说因为在关键时刻 张晓宁展现出的冷静 理智 与一个真正患有严重精神问题的人 小女孩表现不一样 确实 于此王俊涛指出 理晋级案件的发生 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海外民运人是面临的风险 也就是说 你别看你逃到西方 你感到自由 但是你在明处 人在暗处 你是一个单个的人 人是国家机器 你就像陈文青 要派到几十个人 几千个人来整你 有的是吧 对不对 庆国之力 要杀掉这些领军人 当然他主要针对 是魏京士 王军涛 王丹这样的 就是大佬 是吧 但是他同样也骚扰 那些言论人士 说那些自媒体 有一些人士 他一开始猜一句 各种办法搞事 是吧 其实没有用的 我跟你讲 因为什么呢 你做的不对 有自由人批评 另外呢 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 是不是啊 党内现在派系 大家都可以看住 每天都在分析 党外也一样 有很多反对 中共的组织 在海外一大批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 杜文在国会的演讲 但是我看了演讲场面 也没有几个人参加 这很奇怪 也没看到这些 比较知名的海外民运大佬 没有 人不多 另外呢 似乎就是说 这些领军人 也没有参与进来 不知道是因为 什么原因 我不清楚 因为本人没有直接参加 我们运动 就始终是一个媒体人宣传的角色 那么杜文演讲 讲的还是很好的 他讲到了他作为一个新出来的人 这个 看到了一些情况 但是我认为他看到都是表面的现象 原来没有达到神度 他早了呢 至少就住几年 然后你和每一个反共人士进行交流 而且是深入的交流 你才知道这个情况非常复杂 我还是这样讲 三分之一的人是表演 在那表演 讨生活 就是说有些人在我那里混不下去了 在那找个工作 一般这种人都是花之招展 你看所有场都拉不下他 你就知道他是在那找钱的 你找别的工作才不行 所以这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什么 是中共的军警特线 中共派出来 你各种身份像 这个 这个 王 王淑军 唐元骏 唐元骏 我不太了解这些人 我都没见过 这种人物 就是或者是现任 或者在一边的国外人员 就像打清末年 也派出一些人来骚扰 是吧 比如说共产党的一些 这个板凳狗 三分之一 是坚定的反共的 尤其是坐牢的 出来 因为他有监狱的利点 他不和那个共同 中共公兑 只是有一些人在 磨难当中 可能心理上有些创伤 有些缺点 这很正常 包括我老江 有时候有些事挺生气 挺有意激动 是吧 这个也 你得承认 你监狱这个 老余子在给你心灵 留下的烙印太深了 尤其是毛病 你也应该承认 就是 就不像那个 原先 没入狱之前 这个人那么软弱 有的时候是 这个死挺激动的 是吧 一个圣嘛 恨中共 甚至入骨 所以这三部分 所成为 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那些 为了生意 成立一个什么 什么会 然后夫妻店 是吧 高点钱 忽悠 忽悠你演讲 忽悠你什么 他整 整生活 这种狠狠狠狠狠 我跟你讲 尤其小钱 都给你画圈 因为你英文不好 人家人头俗 在这申请 三千五千 再三千几万 搞得一会儿的生活 可有滋润的 然后到处跑场了 是吧 你什么场合都拉不下 到处去协调 一会儿代表这个 一会儿代表那个 是吧 这种人 我是 我和他 可是不交往 刚开始不了解 交往了 那么几面 我就知道 原来他是 讨生活 我就可以理解 你就当成个工作吧 是不是 因为这里不是有人吗 有人说 如果他打斗头 他就能花钱 请一些人 在后天 或者明天 在纽约出现 搞一个活动 果然有七个人出来 是吧 他花钱 一个人说给了 给了二百 我不详细讲了 我从那边讲 这个人是河南的 是吧 我只能讲 这个成功的 然后就看到 这个电视 就演了 在那个 华盛顿 就抗议 那些人 那些人后来就没有了 那就是 他在找那些 小讨生国 就民沟 在找几个 比如说 走线出来 找不到工作的 很艰苦 阿黑工的 你给个俩钱 他喊来口号 展个标语 也可以 标语 你冷 标语都他买的 是吧 我都遇到这么个人 现在我只是 不愿意太强 我老江在生活当中 是一个中义气的人 对吧 我是在讲 共产党这个体制 现有的体制 我并不是要害任何人 我都希望你们 所有人都播得好 我都不希望 王处就是被抓 是不是 我只是说呢 你任何人都是一样 将来民主转型 以后也不要搞 一个仇恨的社会 就是你再杀 共产党的官 也不要杀 大部分都宽容 极个别的 惩处 其他人都 大路朝天 各走一遍 你愿意做什么 做什么 自由至上 是不是 你爱怎么样 怎么样 我要讲是王军涛 我见到王军涛了 我觉得他还是很好 我记得我上美国去 参加保护记者委员会的颁奖仪式 王军涛 他家住在离领域还比较远 我不详细讲什么地方 反正坐火车还得有一段时间 小火车 后来我在指 火车都得坐 周转再三 折腾得来会儿的一个小时 来看我 而且告诉我 我住在哪地方 找到那个酒店 蹲着地下 借着微弱灯光 看那个手机 怎么走 确实那人很热心 就像一个领袖的记者 就是那一瞬间 比如我想到孙中山那些 过去革命车不都这样 我老江这个人不行 咱没有能力 但是我很佩服这些 有政治理想的人 因为有他们 这个国家 才能往前走 你别看他失败 失败不要紧 明知可危 不可危而为之 是吧 中国知识分子不就这样吗 所以这个 这个王金涛很好 魏京生我也见得了 我认为魏京生的学问 不如我这个王金涛 但是魏京生的纯朴 就是那个 这个人的心地善良 那种激情 革命的激情 做老不给 这确实是令人震撼 一看一看 咱们这些人都是 基本上同病 经济收入不多 你就能看出来 各方面都能看出来 我认为都是了不起 你想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 还能健康的活着 还能继续奋斗 那不都不是白给 昨天所以我看到那个新生代 就杜文署新生代 刚出来的是吧 这个确实了不起 十多年还能 除了继续讲话 长得白白泡泡 那确实也是一个人才 但是他昨天讲那个演讲啊 我认为还是对海外的 这个民运呢 还是不是很了解 而且那个评估啊 似乎也不全面 应当讲海外民运 取得相当大的一个成功 就是什么 不断地传播这种民族的理念 传播到中国大陆 然后呢 这个对大陆 这个还是产生了 相当甚远的影响 你看为什么 那个三年风空的前 武汉还能出现方兵这种人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这些人 不断地在后遇 不断地传播了理念啊 那么中共肯定也是 排除一些军警特县 他有钱赚钱啊 搞了一些矛盾 但这些矛盾 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什么 海外民运 这只是火焰 还是没有熄灭 没有熄灭 这就是希望啊 和国内的这个 民主运动 还是对接 还是不断地联系啊 只是人家有些 你比如说王军涛吧 这是我猜测啊 人家他中国民主党 有很多人 这些民主党都来一群 中国各个省市的群 据我所知 他们也不断地派进渗透 有的渗透到军队里了 也不可能告诉你 在哪军队是谁 对不对 所以这个 那个杜汶可能也是有些 他不太了解 他那意思好像海外的民运 没有向他想象的 这个大陆的对接 实际上已经对接了 你看现在风起云涌的白纸革命 白发革命 鞭炮革命 这个革命的革命 你觉得没有他们的影子 我相信会有 否则中共不会这么恐慌 对不对 人怎么可能告诉你 你刚出了也看不着 是不是 所以本人认为啊 这个评估应该是比较慎重 而且全面的啊 那当然 大家就是说 多发表自己的观点 都没有问题啊 我都希望团结起来 共同治愈中国的转型啊 那么今天王金涛 他透露这个消息啊 我刚才没讲完 就是他怀疑 这个张晓宁背后 还是有这个黑手啊 这个黑手就属于 政治谋杀的一个 重大的事件 说为什么要盯住李静静呢 今天他披露了一个新消息 过去我是没有看过啊 他就讲到这个李静静 就似乎参与了什么 就是中共这个 一些经济案件 就中共不是红通吗 红通一些案件 是吧 是中共这个海外追讨 还有一些 内部一些情况啊 律师那边有案 有案中 有卷宗啊 他是不是接触到了一些事情 他协助美国 那就 根据他今天讲的情况 我才知道 就李静静呢 可能协助了美国的有关方面 就是在办一些案子 那中共肯定害怕呀 对不对 因为他是律师 他知道他可能看一些卷宗 在和美国政府的 国安部门合作 来抓中共的一些人 他可能这方面 中共非常到处 所以下这么大的例行 派个人把他杀掉了啊 这是我理解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这篇文章应该讲 讲的是这个文周周的啊 你想王军高讲的 讲什么话都是 这么讲的都是比较含虚的 他不是那么直白的讲一些事情啊 那确实是 你仔细思索这里面信息 信息量是很大的啊 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李静静通过办案这个事情 和美国的政府有关的合作 这是中共的决定 就是中纪委 中国这个政华委 这个系统应该是 是他们触动他们 然后他们派人 是不是就是说 把这个李静静给他做掉 成为一个暗杀的目标 其实现在的暗杀 不光是他 暗杀的还有就是 话永这事 我认为是一个谋杀 因为你否则不可能 谁给他画了个大饼 说你到一个岛上去完了 给我画一图画一年 那不仅仅等一下 他遇事隔绝吗 是不是啊 这里很多事很诡异 那当然我是不了解 我是从这个 因为那时候三年封空 我无法和他治解前面 实际上他当时离我 已经很近了 我现在保留这个微信什么 我感到很遗憾 因为那时候说心里话 我的行动不是很方便的 你想想你想出门 你想想家人出于你的安全 是不是啊 都有一些限制啊 那时候疫情太严重了 所以当时确实是 有些事力不从心 现在想的挺遗憾的 他因为他的电话跟我讲了 讲到薄熙来的事 我也看出了 他希望我能帮助他 但是我问他了 我说你这个自己租房子 有没有钱 他说有钱 我说你怎么还有点钱 他说我在泰国那边 他们赞助了点钱 我说既然赞助 你谁都不要求 你一定从这个中文网站上 找什么 找 因为你英文不好啊 我说你找一个 你自己租的房子 谁不知道是你租的 你租些以后 我说你就用这个注册 在YouTube注册 自己演讲 足够你生存的 当时我给他除了多细致后 我还是教他怎么 怎么在YouTube 和YouTube联系 你得过一万 对不对 得保一万 这个底 才能跟人签合同 我都告诉你 你必须用自己注册 你就要租一个地方 他就说有人给他 什么这个 这个站 有那个旅馆 我说你千万不要去 你为什么你在暗处 人在明处 你就想想 帮助那人 有的可能属于善意 有的可能就是阴谋 一旦是阴谋就完蛋了 因为你没法识别 你怎么识别 你和我也不一样 我说我自己来 就都有家 对不对 我的亲人在我身边 你是什么 你亮一幕黑 也没有个太太 你就想想 又寂寞 果然他一会儿住这 一会儿住那 那就留下了 一个别人干掉他的空间 你就想想 因为中共很容易玩他 你比如说他在 先落一个小城市吧 然后马上就有人打电话 找他吃饭 他就去 这是很危险的 那个人有可能 有可能我认为 就是北京下的令 你先摸摸他怎么想的 先给你吃点饭 因为你出了以后 没有人 也没人请你 穷不垃圾的是吧 然后恶劣又要命 寂寞 有人请就是好人 你要这里特别小心 我跟你讲 世界上没有就无怨无怨恨 你要一定要充满了这样 警惕 当然游的也是很好的 后来又发现 有些女的来请他 尤其更应该识别 更应该小心 是吧 咱不太请他怎么死的 但是我看得非常可疑 你就想他是 银口那是霸鱼圈长大的 霸鱼圈是什么靠海 你那么不是还 黄海分界处 我很熟悉银口 他到水里游泳 就像水里蛟龙一样 怎么可能溺死 我猜测他给他灭掉 灭掉以后 给他手机都轮到海里 这样你就回尸灭迹 然后干掉他的人 拿一笔奖金回国了 一定是这样 这是我猜测 可惜加拿大警察 加拿大警察到现在 也没调查清楚 我不太清楚 那么张晓宁这案 总算正义得到生长 他关到永久 他不想出来 反正你这个风婆 就在里面待着 你越来越给共产党 这个当替死鬼 你就当到底 也可能不是阴谋 是什么他政治匹夫 失败以后的走偏 我看不太像 因为他这两刀 绝对是职业杀手 他喉咙直接分口 经过深思熟虑下手 这是为了共产党 完成向政治认为 也可能 将来有待民主转型以后 新诞生的人民政 将成立作案中 进一步调查 一定会的 我相信所有的案子都会 我对这一点充满信心 该来的一定会来 我跟你讲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事件 就上一场曾经讲到内斗 讲到说是 今天不是有很多媒体忽悠 又开始忽悠内斗了 是张有侠现在 安排自己的人麻辣 要抓习近平 这个临人鼓舞 这个我认为好像不太像 为什么 你看中纪委网站 今天我讲了吧 早上我看的时候 是更新停止的 还是前几天的人 隔壁两个官员 现在来了 你看安徽省 投资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当委委员 副总经理 于华伟被抓 还是在打击 李克强的事 就证明习近平冷然控制权力 如果习近平真的像战后侠 把他给全夺去的话 那就应该 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 再抓对立派了 就要停止了 没有 只是速度慢了一点 他讲到日前 中共安徽省委批准 又抓了一个人 叫于华北 罗列他的罪行 这个大同小异 这绝对不是 只是覆盖问题 这是政治问题 也就是说有可能 还是反习的势力质疑 那么新的案件没有 只是旧的案件 检查机关 依法对陈玉祥 涉嫌受贿 提起公诉 还有甘肃通报 无企党员干部 酒驾的问题 这是林夺统论下 王岐山的地区 似乎也对西平有利 不太像西平失去势力的情况 还有更重要一条消息 就是内蒙古 你看看吧 内蒙古是胡宗娃的老巢 对不对 西平派人在那个地方打击了两拨人 一个是乌兰夫家族 也就是乌兰夫死了 布赫也死了 是吧 乌晓林他给高举轻放 但是把胡春华和乌兰夫家族的那些人 基本上当官全部给拿下 所以为什么你看杜文描写那个描述 这个内蒙古的看守所里边的待遇 我都感到惊叹 他为什么待遇会那么好 就是因为内斗 你说这些人都是共情团队 又在胡闻那年代 他能不照顾 所以杜文讲说 看守所比监狱好 那是你自己的体会 看守所的待遇 我跟你讲 是在某些方面 比监狱好 他都不一样 有的看守所管理好一点 有的管理不好 这全看领导的品质 那么看守所更苦 因为看守所苦在哪里 看守所不能和家人联系 那监狱大一点 是吧 不管怎么有的是家人来看看 那当然每个人人生经历不一样 那是另一个议题 我要讲呢 今天你就看内蒙古的表现 你就治了习近平的势力 能然了得 你看 内蒙古日报 今天报道了一篇文章 讲到出心如牌 党旗凝聚 恒补力量 他在讲共产党 将75周年 就切正一切所谓成绩 但是你看第二次软段当中 冷然讲什么呢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深入学习贯彻 悉民新时代中国特色 事物主义思想 定期举办 听 狙击 主要领导干部 研修 研修办 看见没有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 冷然是掌握了权力 我怎么讲呢 大家都知道 一把手是谁 孙少臣 贵郡 军事物 习近平提拔的 二八十岁 王立霞 王立霞是我大学校友 他是王东明的帖子门 他的后台就王东明 王东明是习近平信任的 对吧 四川省委书记 按照习近平的旨意 抓了这个 这个周永康的人 对不对 周永康的人 都是流汗兄弟都枪毙了 是不是 那也是给原报警报仇 对不对 也是听命随彭丽而建议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出 冷战是习近平的人 人马 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如果他今天这个 他不提了 不然间不提习近平 是吧 哎 那就有点意思了 就印证了 就是人们议论 这个张伟霞 说导向了 这个曾庆 导向元老 所以我怀疑 有的是媒体又鼓吹 就如同鼓吹 西夏里上一样 搞不好又来自于 就那个夏威夷 那个那个个 是吧 那个什么个 是吧 那是江派的 所以这个搞不好 恐怕不准确 习近平还是在控制权力 只不过由于 北戴河遭到了围困 他略微狡猾的 调整一下政策 所以内蒙古今天 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 不信你们读读这篇文章吗 也是大概有几千字 报道内蒙古的政坛 因为内蒙古政坛 就是和胡春华有关系 如果真是习近平 现在被这个元老们和军团们已经控制了 他现在已经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话 那么现在就开始宣传胡春华了 对不对 胡春华确实前几天回去了一趟 但回去了一趟 你看这是自治区党委学习的主题思想 而且对着天机干嘛进行洗脑的时候 还是用习近平的外力写说 所以这个说明恐怕有一些议论 恐怕是不靠谱 因为有些人可能故意的就是误导你们 把你们的经历转向内斗 而不是对这个共产党的反动的本质 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我还是这样讲 你管的胡派是江派是西派都一样 实际上本质都是一样 你即使现在李克强回来 李克强也不可能搞政治体制改革 我就跟你讲了 也不可能这个妙手回春 使中国的经济回到那个胡温那个年代 也不可能了 因为你这个大环境不一样 是吧 而且习近平折腾了十多年呢 家庭已经怪光了 我们现在迎来的很可能是一个动荡的一个世界了 这当然还要看美国的政治局势的变化 以及两场战争的结局 好 谢谢 再见